近日天氣寒冷 部分地區氣溫又再次跌破10度以下 大寒是24節氣中最後一個節氣 天氣是最冷的日子 寒冷到極點 一般來說大寒是在1月20至21日之間 人體溫除了受寒邪入侵 手腳冰冷等病痛之外 血管也會收縮 影響到血液循環的毛病 在大寒中主要是脾胃 所以我們會介紹按壓兩個月位 一個中腕一個關聯 這兩個月位都是腹部 我們的肚臍大概是三樓的位置 我們搓起手 然後順時針方向 一路圍繞著肚臍一路搓 中腕就在上面 關聯就在下面 你一路搓的時候 搓到它暖 就已經有個功效了 溫醫師會推介一款 保腎液皮 去濕 利尿 降低膽固醇 和防止便秘的湯水 今次的湯水比較簡單 就是黑豆側魚湯 側魚的作用是健脾 利水 保腎 而黑豆是入腎 保腎 明目 養癌 烏發 都有功效 現在幾片薑 有混種效果 可以散發濕俗 先將黑豆洗乾淨 用水浸泡4至5小時 湯好質魚 放入鍋裡用小火煎一下 直接將水倒入煎側魚的鍋裡 放入黑豆和薑 大火煮滾後 轉小火煮至黑豆熟軟 加鹽調味就可以了 記得訂閱果子啦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下個鐘仔 再按鈴鐺